就在今天,休斯顿火箭已经抵达孟菲斯,在明日他们将和灰熊展开厮杀,同时这也是火箭最后立场计前赛,他们将在之后全力备战,常规赛和醍醐的首秀。 不过在赛前火箭记者费根透露了一个消息,就是球队并不会全员出展,强佩拉、戈登、克里斯、哈腾、内内、奈特、周琦和麦恰威等八人身上也有伤病将全部缺席,这或许也是得帅的一种策略吧。 在这四场比赛中,他已经摸清了新赛季轮换的主要成员,一些球员已经提前无缘的轮换,而另一些球员则早早在轮换的名单中。 其中,麦恰威非常特别,他只用了两场季前赛就征服了主帅,火箭新赛季的首发大概率是,以克里斯保罗加两站穆斯,哈登加三文尼斯加斯塔克加乌加佩佩拉, 替补上则是麦卡维加、戈登加格林加安东尼加内内或克里斯,其他此类第三阵柔,上场时间并不稳定,原本在这个夏天麦恰威入住火箭后,其实大部分的球迷都认为他要坐穿板凳,因为火箭得到了奈特,他跌崩时场均可以卡下20分,他会是火箭的第一替补扣卖,但没想到的是麦卡维完成了逆袭, 就算是未来奈特恢复健康回来了,麦卡维的位置也是稳如泰山,因为德安东尼已经清城,麦卡维是轮换的一部分, 德帅说道,麦卡维在昨日开始训练了,至于明天是否可以上场,我们还不能百分之一百确定,但我们都期待他的付出,你们一直,问我常规在轮换阵阵容安排的怎么样,我现在可以说的是, 几乎是可以确定了,在季前赛我就一直在安排一些球员出战,谁能打,谁不能打,作为教练我差不多已经知道了球队的轮换阵容是什么样的, 而明天我会再看看,从德帅的话语中可以听出,麦卡维已经在火箭拥有了自己的地位,因为球队各种战术还真省不了他, 据统计在火箭前两场季前赛里,麦卡维场均得到17分,运动下进攻命中率高达66.7%, 他的传球,偷篮板,以及冲击篮下的破坏力,给所有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他在场上几乎是无所不在, 同时麦卡维的防守也相当棒,甚至在詹姆斯、恩尼斯之上,身高1.98米的他们从1号位防的4号位移动迅速, 除了三分不行外,麦卡维几乎是完美的球员,没人会想到他只拿着一份底薪,只要麦卡维摆脱伤病,在未来火箭的替补席将非常强悍, 麦卡维加安东尼加戈登,绝对是联盟剔谱中的最强三把火枪,而且在奈克回归后,火箭甚至可以摆出第二套死亡无想, 伊奈克加两个戈登加三麦卡维加四格林加五安东尼,如果拼手发的话,可以和火箭抗衡的球队并不少,但如果是只拼剔谱,火箭真可为联盟独一当。